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对吧我一直很拼 到现在为止呢我还是一无所有 我又没房 我又没车 我现在目前为止又没脑子对吧我需要 到这个地方好好思考一下所以说这段时间我想通了没必要 一时这么拼 好那么接着上一期视频啊这个大哥目前 没房没车没钱没老婆现在打算 独自隐居在这个桥洞下面啊 选择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生活 那么荷包蛋啊你有什么要问问看大哥的吧 我很佩服大哥啊这个古有那个勾建卧薪长胆啊这个金有桥洞大哥这个对吧这个 在桥洞下面隐居室外啊这个这个 大哥你在这边待了几个月了 我在这边差不多待了 在这个地方的话差不多待了半个月 半个月对吧对吧 你准备住个几个月你半年了什么休养生息 对吧这个对吧 我打算今年的话都会在这里好好人生的话好好思考一下 那么你过年你回不回家 不回家我已经四年没有回家了 那么你在这边那个隐居思考下休养生息了之后 那么你将来就是为了 插入社会更好的生活对吧 对是这样的 我这样跟你说吧 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对吧 我一直很拼 到现在为止呢 我还是一无所有 我又没房 我又没车 我现在目前为止又没脑子 对吧 加上我努力了几十年还是没有 所以说这段时间我想通了 你说我现在缓子混了这么大的话 没必要 一时这么拼 所以说有些时候不是说我很拼 很努力就能够 可能我的方向不对 所以说我接下来 我需要 到这个地方好好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对对对 这位大哥他说的非常对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 工作什么生活非常的急的时候 对吧 你需要适当的你停下来 就像车辆一样的 你保养一下 继续上路 你就可以什么开高速了什么了 这个就会更 状态更加好 这个就会 好吧那你这个 你要不要也一起过来 你跟大哥睡个上下铺 我这里环境真的就像 室外桃源一样的 这里环境就像室外桃源一样 你们看一下 这个环境非常好 这个好吧 这个 瞧动大 这个 我看了你这里就让我想起了这个 南洋诸葛卢 西俗紫云亭 你这个名字起了吗 这个 漏漏市民 我这个的话怎么说 正在这思考当中 我正想找一个高人 提个名字 对吧 但我今天的话既然是来了 是吧 对 我帮你提一个字 好了 你先提一下 那我想想看这个叫什么好 你把扇子你拿给我 我手下 我手下 对 你把扇子拿 我拿给我 那行了 这里就叫自由在 自由自在的生活 自由在这个 对吧 就这样了 那以后的话就叫自由在 对 我们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 对吧 无忧无虑的生活 就叫自由在 对吧 平时到这里做饭了 我住的房子也节约了 包括我到这里一天开销的话 10块钱 10块钱 最多10块钱 平时有时候买的半斤肉 一点点白菜 10块钱 10块钱够了 就每天就白菜猪肉 对 有时候到外面我喜欢去摘一些野菜 这样子 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吧 有时候我会到河边 我这边还有一条河 河边去钓一下鱼 那大哥 你前面说你这个一天开销就10块钱 现在 你这个养猫养狗的开销够 10块钱 我这个养猫养狗的话 我他给了自己吃的东西给他的 给他的像这个猫的话 给点米糖水就行了 米糖水 对 自己弄的米糖水给他的 但他这个应该喝奶 他这个岁数 你这属于穷养了 是吧 对 那两条小狗这养的也蛮好 胖胖的 米饭 对 吃的也是蛮艰苦朴素的 好了 宝贝宝贝公主不喝了 公主还要喝 公主有点口渴 不过今天 对吧 哈哈哈哈 有爱心的大哥这个啊 很有爱爱爱心的大哥这个 这个喜欢小动物的都是好人这个